三、加强科技创新、建设智慧城市和人才强势 科技人才信息化是现代城市的先导要素 决定上海未来 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把科技创新、信息化发展和人才建设 作为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举措 构筑有利于重点突破的制度环境和政策体系 建立健全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 支持企业主导开展产学员协同创新 引导企业提升创新管理能力 鼓励企业建立具有产品设计、技术开发和系统集成能力的工程化平台 落实张江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 深化股权基地试点 推广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联动发展模式 更大规模培育具有区域特色的创新集群 为各类企业提供良好的创新创业服务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强化基础前沿研究 战略高技术研究 承接和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推进实施微技术、高温超导等一批市级科技重大专项 健全财政科技投入机制 加大稳定支持经费的比例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健全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的长效机制 为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 提供有利保障 全面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制定实施新一轮智慧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继续推进宽带城市、无线城市建设 力争第四代移动中心网络 基本覆盖中心城区 基本建成亚太直达海底光纜 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促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广泛应用 发展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 推广建筑信息模型的工程运用 建设智慧园区、智慧商圈、智慧社区、智慧新城 让更多市民享受信息化的方便与快捷 培养和集聚各类人才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要用人才的活力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聚焦重点领域 继续实施国家和本市各类人才计划 壮大领军人才队 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 推进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 加快培养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各类技能人才 培育创新创业文化 建设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健全市场化的人才引进机制 营造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的制度环境 更好的靠事业成就人 靠机制吸引人 靠环境留住人 让各类人才愿意来上海追梦 能够在上海圆梦